就可以完全看到這個程序 它是在發射 現在正在直播中請跟我們觀眾說說話吧 哈囉哈囉我是JESCM 我們現在在聯盾 我們在錄製 其實我們是在錄製聊天 我們在錄製做音樂製作 現在差不多一年半 以前對音樂製作 我們以前只是會寫歌 會彈音樂製作 前面有真的在做製作這件事情 後來才覺得做製作 才是真的可以 把作品變成自己想要的 其實我在來英國的時候 我都在英國完全不了解 我根本沒有來過英國 那時候來英國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可以 它是一個世界音樂的發展中心 要嘛就是 我後來決定來到英國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英國是 它是一個 基本上我覺得地底位置是一個 對我來說交通 它是一個就是 它的右邊就是歐洲大 很不一樣耶 不得不錯 我其實剛來到倫敦的時候 就 雖然我之前在台灣錄音室還蠻長的時間 但是 就是要用英文處理說的事情 並不說容易 然後他們比較 就是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覺得 任何 藝術工作者都需要 為什麼會有這首歌 他就說在錄音室的樣子 怎麼樣 我找了什麼樣的歌手合作 我找了什麼樣的樂手合作 跟 我為這首歌投入了這些心情 但你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一直覺得這首歌好聽 但是或許你了解 這首歌背後的故事之中 你的認同感會增加 你可能就會願意支持這件事情 你用你的作品 找到喜歡你的作品的人 這職業長71人 你只要找到一千個愛你的人 你這個願望就知道 嗯 就這麼簡單 他的概念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你只要找到一千個願意 用生命跟隨你 就是 基本上 你這輩子的所有藝術創作都不會有好